对于这个水泥行业的这个下半年的发展呢 我的看法就是比较衷心一点 没有太过乐观的看法 主要就是从这个五月份 内地工训部已经公布了一些行业出现了这个产能过正的这个现象 比较严重的其中水泥行业跟钢铁 也是一个比较产能过性的这个产能过多的一个行业 在未来我相信就是一些基建的投放 比方说高铁的这个投放呢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不过这个私人发展的房地产的项目呢 我相信在下半年呢从这个调控的力度来分析呢 应该比这个去年呢有一个放慢的这个机会 相信就是这个水泥呢 这个行业的发展呢 就是比较是一个调整中平稳的这个这个机会是比较大 对于他们的股价来讲呢 其实就没有太大的一个伤心的这个憧憬了 对于他们的股价来讲呢 对于他们的股价来讲呢